好 同學那我們要開始講營養法的總複習 那因為老師今天很不舒服啦 所以聲音會有點不太好聽 請大家稍微見諒一下 那我們營養法的總複習 因為我們已經有政課了 又有解題課 所以我的總複習的話變成是 我們都用草筆記的 一整堂課的時間 我們快速的把營養法的體系 跟營養法的法條 從頭到尾看一次 並且做好最終的筆記 那我就希望同學 你們用總複習的這一本 這其實就是法條 把這一本帶去考場上 在考試前的時候瘋狂犯 這本就是你可以帶去考場上使用的關鍵 所以我們的講義 大家乍看就是法條 沒錯 我就是給法條 可是總複習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在課堂上 無論是正規課 或是在解題課 都是同學講過很多次了 銀行法的考題 又只是考法條而已 好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來看到 銀行法的體系這邊 銀行法的體系第一章是通則 那通則從第一條到第51條 這個也是考試最愛考的地方 那再來是考試第二喜歡考的是 第52條到69條 關於銀行的設立 變更 定業跟解散 那之後從第三章開始 70條之後 商業 儲蓄 專業 信投 外國銀行 這些全部都是銀行法 各類的東西 而且儲蓄銀行被散掉了 所以在這些各種不同的銀行當中 比較喜歡考的就是商業銀行 因為商業銀行是我們目前最多 以及最一般大眾都了解銀行運作方式的銀行 那專業銀行跟信投銀行這個是比較少數的 所以考試也會考 只是考題考的很少 那再來是外國銀行 外國銀行主要是處理它到台灣來的問題 它本身的營運 那個就跟前面的都是一樣的 那後面的罰則跟負則是幾乎都沒有考的 因為畢竟江南整的東西 以後如果進去銀行當相關的行人 處罰也不是你們在處罰的 處罰是主管機關在處罰 或者是法院依刑法去做判決來處罰的 所以考試的重點必然是什麼 通則的 因為後面的分則它其實都是以通則為主 那再來就是銀行的設立變更停業解散 講認證的啦 這些設立變更停業解散都是誰的責任 長官的責任 高層 甚至是負責人的責任 那我們就只是行員 只多當到主管之類的 我們不太可能去處理設立變更停業解散 所以考試當然是考什麼 考通則 所以我們在通則上要非常重視 每個法條的內容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來 通則我們開始看到第一條 第一條這裡說 為了健全銀行業務的經營 保存 保障存款的權益 適應產業發展 並使銀行配合國家金融政策而制定本法 所以銀行法的第一條 它就把銀行的立法的目的講得很清楚 那同學如果上過我的課 對這張圖應該都不陌生 我們的銀行 它就是一個錢不停流出跟流入的一個地方 那銀行的錢會怎麼流出 流入 銀行的錢的流入有可能是存戶 把存款放進來 好 那銀行的錢的流入當然也有可能是股東 買股票嘛 買股票就是把錢丟進去 或者是債權人借錢給銀行 好 這裡也是人 所以銀行的主要的金錢流入有這三種方式 那原則上我們在銀行法只保障什麼 銀行法只保障這個部分 那同學並不是因為下面這邊不保障 而是股東跟債權人的權益 我們用證券交易法跟商業會計法 其他的法規去做保障 好 那接下來銀行的錢的流入 銀行的錢也會怎麼樣流出 那為什麼銀行有這麼多錢可以流出 是因為銀行拿我們的存款去做運用 所以銀行把錢的流出主要就是什麼 第一個 它有可能是做成投資的行為 好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銀行也有可能做成受信的行為 那當然啦 投資跟受信這個概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錢的流出 但是我自己會把它分開 因為受信比較是涉及借錢出去的 它都是把錢丟出去 投資有風險 借錢也有風險 可是這兩個風險不一樣 這裡的風險是投資失敗的風險 這裡的風險是借錢對方還不出來的風險 所以我還是會習慣把它分開處理 好 那在錢的流入跟流出 這個就是銀行法最主要要管理的 所以它說保障存款人的權利 並且還有什麼 配合金融政策 因為銀行無論是存款或借錢都會有什麼 都會有利息 那利息到底要高要低 這絕對不是銀行自己說了算的 這是基率銀行跟央行之間一定的法律關係 那這個就涉及相關的央行的格差利率之類的 這個我們就不講 簡單來說就是央行它可以管控銀行的利息利率 因為央行最主要就是穩定我國的貨幣 好 所以在這個跟利息利率貨幣有關的部分 央行是銀行的主要管理機關 但整部銀行法的主管機關是什麼 整部銀行法主管機關是金管會 這個請同學一定要記得 我們可以說它有雙主管 但是整部銀行法最主要的主管機關是金管會 好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題一樣 本法所稱銀行 以本法主持登記經營銀行業務的機構 所以銀行是一個很特別的機構 它除了要去做經濟部的商業登記之外 它還要去做銀行法的主持登記 這個在第二條 那再來是銀行可以從事的業務在第三款 那第一款到第二十二款 這全部都是 一二十一款全部都是列舉出來的義務範圍 那第二十二款是銀行核准辦理其他的有關事項 好 那第三條的每一款 同學我們可以來稍微簡單整理一下 營養法可以經營的得經營之業務 在第三條 好 第一個是收售存款 支票存款 第二個是收售其他各種存款 再來是收售經理信託基金 之後第四款發行金融債券 第五款賣禮放款 好 發售金融債券就是我把債券賣出去之後錢流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一二三四款都是什麼 都是金錢流入的情形 所以如果我會這樣去整理 涉及金錢流入或者涉及金錢流出的款項 流入就是一到四款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五款 辦理放款 票據貼限 投資五、六、七、八、九 這全部都是跟錢流出有關的事項 五到九 好 那再來是第十 辦理國內外的匯兌 匯兌就是我幫你換錢 並且賺取一定的利差 所以我不會說匯兌是錢的流入 就是銀行在流入流出以外 比較無風險的事項 好 那十一辦理商業匯票的成對 千八信用狀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這邊相關的事項 這裡就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再來我們看到十七 簽證人、財產、辦理、買賣金塊 或比二十這也是無風險的事項 我們考試上比較常考的就是 一到四到五到九款 這種跟錢流出流入最有關係的事項 那像比如說第21款也是沒有風險的事項 好 那當然啦 比如說像辦理匯票成對 簽發信用狀 保證 這種十一、十二、十三 這其實也是一種錢的流出的範圍 那第十四 代收、代付事項 承銷、自營或經濟 十四到十六 這又比較涉及無風險的事項 那這個因為流入、流出跟無風險 這裡的差別就是 這裡會有一定的風險 流入還好 但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保障存款人的利益 那流出 我們也要避免這裡的錢收不回來 而導致存款人受害 所以這裡的錢的風險就是 他可能會收不回來 好 所以這個要請同學多加注意 好啦 再來我們看第四條 他說 各銀行得經營的業務項目 主管機關按其類別分別合定 並且在營業執照上載明 所以這個所有的業務 按照第四條的規定 要怎麼樣 全部都要合定 還要加上載明 還要加上載明 好 核定跟載明 那再來第四條的 但書說 外匯的經營需要進央行的許可 有沒有 所以央行是處理什麼 跟外匯的經營有關的 總複習就是這樣 用一場短短課的時間 把所有的法條全部寫在一張紙上 這就是你自己複習的方式跟功力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五條 好 銀行辦理壽性一年以內是短期 一到七是中期 七以上是長期 這個考試也非常喜歡考 所以壽性一年以內 短 一到七 中 七以上 長期 那第五條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五之一條 他說本法所謂收受存款 是向不特定多數人收款或吸收資金 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的行為 這裡就是指什麼 就是指如果高於本金就會給利息 所以收受存款的定義在五之一條 所以壽性的定義就在第五條跟第五之二條 我們來看第五之二條 他說 本法所謂受信 辦理 犯款 錢流出去 透支 貼限 流出去 保證 再 被保證人如果付不出錢 錢還是會流出去 所以保證是一個潛在的 錢有可能流出去的情況 好 再來是成對 成對就是表達要對票據去付錢 對匯票去付錢 這也是一種錢流出去的方式 及其他經中央機關主管機關指定的項目 那這裡的其他項目都要跟前面一樣 是指錢流出去的項目 好 再來我們看第六條 本法所稱支票存款 本法所稱支票存款 為依約定存款人簽發支票或利用自動化設備 支付隨時提取不計利息的存款 好 所以第六條是支票存款 第七條是活期存款 第八條是定期存款 所以這裡的存款類型在第六、第七、第八 第六、第七、第八 這三種存款類型考試上也非常喜歡考 第六款叫做支票存款 支票存款 支票存款就是你的這個戶頭 專門是在做支票的兌現 所以我把這個戶頭一打開 就是我開這個戶頭的目的 只是為了讓我開出去的支票 可以用這個戶頭兌現 所以你可以想像支票存款的這個戶頭 就類似你把錢借放在銀行的一個箱子裡 你支票一開出去 那個拿到票的人跑來跟銀行要錢 銀行就會從那個箱子打開 把錢給那個拿著你支票的人 所以支票存款在法律上規定 他說約定依存款人簽發支票 或利用自動化設備委託隨時提取 而且不計利息 好 所以這裡很重要 這裡是簽發支票 或是自動化設備 而且它可以隨時提取 不計利息 好 再來我們就看到 第七條的活期存款 他說存款人憑存者或依約定方式一樣 隨時提取存款 好 所以這個是活期 好 這裡是存者或約定方式 這裡的約定方式通常就是什麼 就是你去ATM 或是你用那個金融卡 就是你的提款卡 好 所以這裡是存者或約定方式 好 一樣是隨時都可以提取 好 那法條雖然沒有寫 到底可不可以寄利息 但沒有寫就是可以 所以活期存款一定要給人民給存款的利息 再來我們看第八條 第八條叫做定存 好 定存 那定存就法條的立法 他就先把什麼時候可以拿錢 講清楚 所以他先寫的是這裡 一定時間才可以拿錢 好 那拿錢的方式是什麼 一定存單 或其他方式提取 所以是存單 或約定方式 好 好 那 定存 他也會寄利息 這是活期的低 定存的高 好 那這裡 最愛考的是什麼 最愛考的是第一個 支票存款 同學請記得 支票存款 不寄利息 這選擇題非常的喜歡考 那 再來是 活存跟定存 他除了有存折跟存單之外 他都可以有約定方式 他不是只限於一種方式 那再來最後就是 定存怎麼樣 你就叫定存 所以你一定時間才能領取 好 那當然 我們為了避免有人臨時需要錢 我們總不可能說好 你定存存了五年 你臨時需要錢 但五年還沒到 我就不讓你把錢拿回來 可是 你既然跟銀行說你要定存 你要存五年 但是你突然拿回來 這個時候銀行也會說 好啦 我會給你 但是你突然要臨時把錢拿回來 我們本來預計五年後才要給你 你現在突然跟我要 會造成我一定的困擾 有一點點類似存款人違約的概念 所以我們看八字一條 他說 定存到期前不可以抵去 但是可以直接 就是你可以抵押 或者是七天以前 去通知銀行中途解約 所以重點在於 如果你想要拿出來八字一條 要七日前通知 所以同學應該董老師的概念 就是盡量把法條都整理在一張空白紙上 或是抄在這裡的筆記上 看你要什麼方式抄 反正考試就帶法典去就好 因為銀行法真的都只有考法典 對吧 我們的集體班都上完了 每一題都是法條題而已 好